欢迎点阅悠游华语 这是一套终极以上的试听教材 一共有四个单元 每个单元有三个对话和一篇短文 希望从不同的主题 让学习者从不同的角度学习 第三单元 大自然的礼物 哇,姐,这些是你拍的照片吗? 一边是山,一边是海 真是美得没话说 对啊,这是我跟同学到东部阿朗伊健行时拍的 那里的风景的确美极了 不过那趟健行非常有挑战性 要爬到这里 真不容易连走带爬花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上去以后 眼前一片蓝天大海 尽管辛苦,但是值得 既然是在海边 海滩上怎么不是细细的沙子 而是一颗颗的大原石呢? 台湾东部的海岸地形和西部不同 以岩石为主 而这些大原石是经过海水几千万年的拍打才形成的 每次海浪退去所产生的声音就好像是敲小鼓一样 非常特别 大自然的力量真不可思议 听你这样说 让我真想亲自走一趟 你的确应该亲自走一趟 感受这一份大自然给我们的神奇礼物 俗话说 饭后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 说到走 姐 我昨天一回家就上网查你说的那条践行步道 果然是个热门景点 不过 为什么去那里践行 非参加旅行团不可呢? 因为当地是自然保留区 为了保护生态 那里每天只接受三百名游客申请 而且每二十位就得有一位导览员带领 因此非参加旅行团不可 再说 全城不是攀爬山坡 就是涉水绕过大岩石 中途还要经过一片森林 走完一趟 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左右 要是没有导览员带着 说不定 进得去却走不出来呢 哇 听起来真有挑战性 也有点冒险的感觉 还是有导览员比较好 所以啦 有经验丰富的导览员带领 团员比较安心 再说 导览员知道当地的历史文化 边践行 边认识当地文化 这不是很有意义吗 那么你推荐哪家旅行社 你对上次那个团的行程满意吗 其实行程都一样 主要的差别是从哪一个入口进去 以及导览员的解说 上次我们的导览员就是当地的原住民 他介绍当地历史时 总是会穿插几句原住民话 让我们更了解地名的由来 真让人印象深刻 嗯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我回家就上网找旅行团报名 你来了 我的咖啡刚泡好 对了 上次那个践行步道行程 你报名了吗 当然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行程这么热门 我昨晚报名 得等到一个月以后了 不过正好趁这段时间 看一些资料和准备践行的东西 哈哈 你果然是好学生 除了找相关的资料以外 最好也开始爬楼梯或走路锻炼体力 另外 也麻烦你到时候为大自然尽一份心力好吗 为大自然尽一份心力 这话怎么说 我上次去发现海岸边有五颜六色的塑胶制品 导览员说那些都是从太平洋另一岸飘来的 算是人类送给大自然的礼物 天哪 真难想象 在你的天然美景照片之外 没拍到的 居然是人为的美景 嗯 没问题 小事一见 我上次去发现海岸边有五颜色的塑胶制品 我上次去发现海岸边有五颜色的塑胶制品 我上次去发现海岸边有五颜色的塑胶制品